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雙石GIS 歡迎來到Kevin的頻道 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Kevin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一部影片製作大概是要六個小時左右 平均啊 看玩具的大小還有它介紹的難易程度 一開始大致的流程就是我拿到玩具呢 我要先研究把玩 接著我就要開始設置 我必須架上攝影部 打光 然後 節目中需要比對的玩具我也要再把它找出來 看是要先變成車型還是人型 然後把一切工作準備完畢之後我要拍照 拍照完之後呢 我就開始錄影 到一切的素材準備完畢之後 我就可以把檔案傳到電腦裡面 然後再用軟體去剪輯我的影片 那像在我錄影之前呢 我也會找一些電影或者是動畫裡面的比對圖 來增加影片的豐富程度 也可以讓各位在影片之中更直覺的看到說 這個玩具的還原度如何 跟劇中的表現是接不接近的 像這個Barricade 昨天錄的NPM 我也是上網找了一些圖片 放在影片裡面 這個都是在錄影前必須做的一些功課 剪輯的軟體呢其實用的是iMovie 那我是開始做頻道之後呢 一部影片一部影片 持續的這樣子練習摸索 然後研究出我想要呈現出的效果 該怎麼製作 還有上網 網路上是有很多教程的 你可以在上面做很多學習 在iMovie的這個地方 它有個資料庫 那通常來說呢 我就會新建一個事件 然後再把我錄影好的檔案 把它丟到我新增的事件裡面 接著呢 我就可以有片頭 片頭是固定的嘛 那這個照片都是每一集要更換 字幕也是每一集要重新打 那像各位知道說 我影片有加這個背景音樂 這個東西也是每一次都要重新再加上去 那像這個Logo 是我後期的影片才加上去 我影片也會有一些特效聲音 像這個影片 我都是一段一段的錄製 像這個上面這邊呢 就是我錄製的一些片段 像一些動態的場景啊 或者是一些旋轉台的場景 我全部都是分開錄製 那我在錄影的時候呢 我是一邊錄影一邊說話 我並不會說錄完影之後 我再來事後配音 所以說我都是臨場發揮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 對燈光其實也並不是說那麼了解 也是經由一次一次的錄影 然後反覆的觀看自己影片的畫面 燈光是否有哪裡不足的 有時候燈光又分幾瓦 它又分持續燈 又分攝影燈 這個也是到後來用過之後 才會知道說 原來說要 燈的頻率啊瓦數要 相近或者是一樣的 打出來的燈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雖然說我買的都不是說非常貴的 像我也有在拍攝生活的Vlog 這種簡易式的腳架就是非常方便的 它可以隨時的打開來架在桌上 那我用的攝影器材呢 其實就是用我的iPhone手機 我並沒有特別用什麼專業的攝影器材 就是我手上拿的這一款 是由Kevin去做塗裝 跟貼上貼紙的樣子 大家來看一下 可博文算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畢竟他是這個變形金剛裡面的 算是主角 也是一個靈魂人物 那也是很多人所喜愛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我會特別花時間 也是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大哥 所以我要特別尊重他一下 要特別幫他畫一點妝 不能讓他那麼可憐 被這個Hatsport搞成這個樣子 都被毀了 像是L級的Centano Prime 電影系的 電影系的細節比較多 我會比較有興趣 去幫他把那個細節補上一些顏色 讓整個玩具看起來更加加分一點 那可能也是有受到這個 老蕭的影響吧 因為一開始入坑的時候 常常看他拿鋼彈筆 把自己玩具啊 塗上一些燈啊什麼的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貼貼紙 因為我覺得貼貼紙雖然說他很貴 但是貼完的效果真的是不錯 然後再加上說貼紙他是不傷玩具 有時候塗裝其實我也有塗壞過玩具 那我覺得貼貼紙 我如果不喜歡的話 我還可以把它撕掉 他玩具還是一個全新的樣貌 其實一開始在錄影的時候呢 我影片一開始的風格 跟後來其實也有演變過 那在一鏡到底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常常會有很多空餘的時間 想要用話去填補這些空餘的時間 就會拚命的一直講話 然後我又希望節目的風格要有趣一點 所以我就會常常塞很多的幹話在裡面 那因為我成長的年代呢 就是以前周星馳是很紅的 那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可能不知不覺有受到一點影響吧 在那邊拍馬屁 在那邊追捧別人 永遠的大哥大哥之中的大哥 然後我就把柯博文套用了這句話 來 重現一下 我們的大哥 好 這個嗎 對對對對對 要登場嗎 登場 登場 現在要登場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大哥 永遠的大哥 大哥之中的大哥 Optimus Prime Optimus Prime 對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這樣子有點白癡欸 一定是超過十幾萬的啦 那至於到十幾哪裡 八十幾 九十幾 還是說二十幾 這個就留給各位一些想像空間 這個我其實我也沒有算得非常清楚 我也不太敢去算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其實買回來 它也不是說就喪失了它的價值 你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興趣 或者是創造收入都是有可能的 那擺在那邊呢 我覺得你只是把你的錢 轉換成另外一種形式而已 所以說呢 到後期呢 我就是這樣子自我安慰 度過了這個 我的收藏的這段生涯這樣子 我花多少不重要 對對對 我覺得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其實你花在上面再多時間 再多精力 其實我相信這個東西只要是 大家喜歡看的 就已經是對我們這種影片創作這一塊 是一個很正面的肯定了 有時候為了說給各位錄第一手的開箱 很多東西呢我都是去沖原價 再者呢其實我在頻道裡面 我都是鼓勵各位 有愛就去沖 因為我認為人有慾望才會想要賺錢 變形金剛呢雖然說是花錢 那我是覺得說 在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階段 你有不同的身份 像我已經出社會工作十年了 我自然是有一定的工作基礎 說玩具上面呢 可能速度上或者是 投入的金額會比 一般的學生多一些 那如果我認為在學生階段的話 你就是量力而為 做好你的本分 只要你能夠 努力的充實自己 你有能力的話 將來你就一定賺得到錢 你賺得到錢的話 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我對製作影片最大的熱情 應該就是來自於 粉絲的支持 每次錄影都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 我是算滿懶的一個人 那錄影呢 是必須經過非常繁瑣的 手續步驟 然後完成一部影片 但是呢每當完成之後 就會有一種成就感 加上說影片上傳之後 有人願意觀看 有人給我留言加油打氣 這個對我來說都是我 想要在下一次錄影的一個動機 還有一個衝勁 那我一開始經營YouTube呢 其實是始於興趣 到後來我就越來越認真 甚至想要朝全職的目標邁進 某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做我兒子的一個好榜樣 我希望他在做每一件事情 如果要開始就努力的把它做好 沒有成功沒關係 但是過程必須要非常努力 投入你的100%的精力 那我覺得 在經過這樣的經驗之後呢 不管你有沒有成功 你都會學到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結尾喔 乾脆就是各位 你們記得要來訂閱Kevin的頻道 然後來看我的影片喔 記得要來訂閱我的頻道 加入我的粉絲團 然後來幫我的影片按讚 按讚 Youtube快破一萬了 希望各位再多多支持 那就很求大家支持啦 對啊 OK好 那我們今天實況 最後這個反台的節目呢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其實我們還會再繼續合作一些 一些小的做短片 希望大家來多多支持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大哥 大哥也掰掰 對焦掰掰 掰掰